好 老生常谈第三集 那么半音节口琴呢 有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C调琴 这个C这个音 到底要用四孔吹还是五孔吹呢 到底要用八孔吹呢 还是九孔吹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分阶段性的 以下是我给大家的一些练习建议 听完我这个建议之后 我保证你们不会再纠结这个问题 在视频开始前 大家不妨先给我点击关注 给我点赞评论转发 这样我会更加有动力 更新这个老生常谈系列 老生常谈系列 只在解决一些 大家常见的疑问问题 我相信这个老生常谈系列 将会帮助大量的萌新 在学习路上更少走弯路 更节省时间 更加快乐高效的练琴 好 回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刚开始学习半音节口琴的时候呢 四五孔的多跟八九孔的多 一定会让你无比纠结 因为你在吹多 接下来如果接着吸气 到底这个吸气是吸还是ray呢 那么这就是大多数人都会搞错的地方 所以每次吹到那吸你就没底 那么我给大家的解决方法就是 在我们学习初期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只要遇到吸这个音 就一定要选择五孔的吸 以及九孔的吸 四孔和八孔的吸 我们坚决不要碰 注意这两个字 坚决不要碰 意思是只要你碰到四孔或者八孔 这个多 吹气的多就相当于吹错音 在我们学习初期的时候 可以用贴纸的方式 把五孔跟九孔 这个位置标记出来更醒目 虽然说我们的琴盖板上面有数字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够直观 我们直接贴一个红色的蓝色的小贴纸 在五孔上 九孔上 这样吹之前看一眼 马上就知道哪是五孔 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手就有了位置记忆了 这个就是我们吹口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手上面的位置记忆 而且一定要多思考这个位置记忆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我非常提倡大家 用十二孔半音节口琴类型 而不是十六孔的 因为十二孔半音节口琴 它的手位置记忆更清晰 更紧致 好 到我们过了这个 无论什么时候都用五孔多和九孔多的阶段后 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更重要的阶段了 下一个阶段我们会开始练一些音阶魔镜 因为如果我们只练音阶上下行 它解决不了我们很多的技术问题 我们必须要练一些常见的音阶魔镜 比如三度魔镜 四度魔镜 三连音魔镜 四连音魔镜 三和弦魔镜等等 这些当我们吹这些魔镜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跨八度的时候 这个多它就会有两种吹法的纠结 某些时候好像用四孔的多 更方便 位置移动的更少 这个就是大家会面临到的纠结的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呢 我给大家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 就近原则 无论大家吹任何音阶魔镜 只要是跨八度的时候 遇到多这个音了 我们都要选择 就近原则的音 那么这一段时期 一定要脑子非常清晰的去慢练 因为这个时候 你多了一个可以用的吹气多了 这个阶段 吹四孔多就不算错误的音了 是正确的音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会造成一点的纠结跟不适应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阶段 这个四孔跟八孔的多 算是错音嘛 当我们把这一段纠结的时间挺过去之后 大家就发现 无论五孔的多还是四孔的多 我们都可以很自如的去运用了 这两个位置的感觉 仿佛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都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帷路 当我们吹四孔多的时候 就很自然的知道 我们现在吸气 是吸这个音 当我们在五孔吹气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就知道 如果我们需要吸出 吸这个音的时候 我们就得往左边移一个孔 要练成这个样子 就一定要 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每次阴间魔镜的时候 我们都用究竟原则 百分之百的用究竟原则 那么有些朋友会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头到尾 一条路走到黑 只用五孔 只用九孔的多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经历这个纠结阶段了呀 确实存在这样情况的口琴手啊 据王老师在网上观察过 很多口琴手啊 就是这个样子 永远用五孔跟九孔的多 哪怕呢 现在缺一个 索都拉 这样的小乐剧 它们也是会 从三孔移到五孔 再移到三孔 这样的话 就会远一点 那么就近原则呢 是我们 让我们的演奏时候 更省操作的一个做法 大家永远要记住一点 任何乐器 我们要练得好 都要自己去寻找出一个 最省操作的演奏法 任何乐器的 顶尖的演奏家 你们去观察一下 他演奏动作 都会发现 他们的技术动作是很小 很经济 很高效的 省操作 意味着我们演奏 不会有多余的动作 不会有额外的技术负担 我们就可以花更多精力 在一些音乐层面上面 因为你增加操作 这些一切 跟表达的音乐 无关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很重要 当这个阶段 形成了一些吹奏习惯之后 我们吹琴的动作 就会非常有效 我们在遇到任何曲子的时候 一旦需要跨八度的时候 有多这个音 我们就会非常可以 不假思索的选择 一个更简单的吹法 而这是下意识的选择 就不会再纠结了